我们朱南宁议员,时间是五分钟,请开始 好,谢谢,储席,大家早安 还有,以下是我的U咨询 关于我们这次的终结事件 本期想了解一下 我们法治局在这次为我们 受难的罹难者家属 有做了哪些服务 我们法治局局长,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好,谢谢议员 在终结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法治局 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跟台中 犯罪人被害保护的分会 就林昆贤,林主委,还有一些义务律师 来关心家属 并且协助球场 那在目前完成 这一个球场程序 或者是在球场中的 已经有几位 包括两位的这一个工人 那包括彰化的书信家属 我们也再度协助他 重启球场的一个谈判 那第二件这一个事情 是我们跟劳工局、社会局 也成立了一个关心小组 并同关怀 那第三件这一个事情 是我们协助交通局 来进行三方协议书的 一个 这一个协议书的一个 意见的一个提供 好,让三方协议书 可以有机会 产生新的补充协议 那以上是我们法治局 在终结公安事故之后 所做的主要工作 好,局长 你请坐 我们法治局 刚刚说 有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法律咨询 每个议员服务处 都有法律咨询 到处都有法律咨询 别人都做得到的 你却都没有去做 别人说有法度做的 不然你们政府是要做什么 免费法律咨询 你们根本就不想做 还有你提供这个交通局 交通局跟眷属有什么关系啊 这时候民众最需要的 就是你们真诚的关心 和实质的协助 免费法律咨询 你们应该去替他们代位球场啊 去替他们打官司啊 免费法律咨询 大家也有法律咨询 我们每个议员 大家全部都有免费法律咨询 免费法律咨询 这份工作就要跟你做 我们都可以做的 你就不用再做啦 你应该做你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该做的不做 像做着干嘛 拍马屁啊 做这份这么高 谁想要知道你的组织架构啊 我们这个终结啊 事件这个受难者 他们往往在最伤心的时候 都无法到争取自己的权益 所以现在最需要就是你们政府的协助 社会局 说明一下你这次为终结事件受难者的家属做了什么 报告议员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先赶到现场 那么这个里面非常不幸 总共有四位罹难 那么有四位受伤 那么在罹难部分呢 有三位是这一个现场劳工 另外一位是外县市彰化县的这一个 苏嘉珍苏女士 那么针对有关于 我们在第一时间呢 我们就都已经先派出 这一个社工 做一对一的 这一个 这一个諮商跟情绪 跟情绪抚慰 这是第一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也马上在第一个时间 成立了安心关怀专案 与卫生局 还有劳工局 民政局 法治局 我们五个局处 马上就成立了 一个这个安心关怀小组 来进行这一个关怀仿制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在 之后的礼拜一呢 我们就针对这一个 附近的民众 因为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可能附近的民众 确实他可能也会受到 有一些这一个 这个惊吓 所以我们也第一时间 有派出这一个社工 连同卫生局的这一个同仁 过去跟这一个住户 进行一些访试 那么另外 我们卫生局这边呢 他有提供一些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目睹 这一个现象 市民们朋友们 一个专线来进行相关的服务 那么另外跟议员报告 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针对这一个 这一个民众 我们有提供这一个 慰问金的部分 那么以上是社会局这边的 一些作为 跟议员报告 局长 是 你的安心关怀小组 做了什么 跟议员报告 我们安心关怀小组 就是刚刚跟议员报告 就说我们在这一个 在第一时间呢 我们就已经有派出社工 这个罹难者的家属 先对他们进行这一个 相关的情绪抚慰 跟情绪辅导的部分 那么 你请坐 是谢谢 据本席了解 这个终结事件受难者 总共有一两个星期 在我们的身管所 但是呢 社会局说 他有派了社工 在那里 安慰我们的 这个受难者家属 其实 民众有在讲 根本就没有 所以局长 你根本就胡扯 乱讲 哪有派社工在那里 根本就没有看到社工 有去也是只有一两天 他总共有 在身管所 有将近要两个星期 你有社工每天在那里吗 根本就没有 我没有要你回答 你请坐 还有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你们的协助 因为 我们还有一个 外国级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香港级的 他向我们的媒体投诉 他说 他都得不到雇主的协助 像他是香港 他在香港 香港又来台湾 是不是要安排飞机 住宿的问题 结果都没有 这时候 就是你们社会局 应该伸出援手的时候 结果你们都没有做 这些你们有做吗 没有做嘛 不然人家干嘛投诉媒体 我们终结事件 很多 也有都是我们台中市政府的疏失 你们也要负起责任啊 不是光是嘴巴抢啊 人家人命一条那么不值啊 本期在这里要求你们 做不够的 没做到的 要赶快去加强 让他们得到最大的协助 可不可以 我们民政局长 经常对外 我没有叫你起来 经常对外 或者是 对我们的李林长说 我一定要 让你们百日有感 信誓旦旦 让你们要百日有感 如果做不好 就下来 哇 真好听 本市在这里 了解 我们的民政局长 你的百日有感 做了哪些事情 你赶快说明一下 说较快 我的时间很高 主要从几个方面来做起 就是说 对不起 主席 就是从我们的 我从殡葬的这个业务先来做起 就是有关于殡葬的整顿环境 跟整个的一个 整个一个的花会的整顿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区域跟李林长的这个接触 我跑过29个区域的林长会议 我个人都亲自到 然后再来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兵役的部分 我都会现场到 这个当兵的这些 这些我们的市民 然后现场都跟他们互动 然后到兵营去看他们 那有关于宗教的部分 我们就主动 然后就是说 希望他们寺庙登记 不是被动 我们化变成主动 主要是这样的来处理 好 你请坐 凌夕啊 从你这个百日游感当中 看到 看到你这个积极处理市民 抗议事件 局长 我们 这个县市合并的时候 合并以后 胡志强执政 几乎都没有什么有抗议事件 哇 你来了一百天 你的抗议事件还真多 第一花园公墓 百灵案 还有BRT改为专用到 这个学生来抗议 还有设立这个冰葬设施等等的抗议 人家以前的政府都没有人抗议 现在外人来就抗议这么多了 还有你这个白日还真有感 感到真的要去抗议 这显示什么 显示你现在新来的政府就是做了不好 人家来抗议啦 所以你们的监督了 知道不知道 再来 你这本做多少钱 六十二块 六十二块 做多少 一千本 一千本 都做六万几块 我跟你说 这六万几块 你应该是去做什么 做这个救济弱势 因为我发现你这本 完全造假 完全都是虚伪的 这本根本都是别人做的 我举个例子 你这个什么 本国首创护证事 所跨区申办的印件证明 印件登记废纸等等这个服务 你这个民国 一百零四年 三月三号 你发布 我要跟你说 人家过去 一百零三年七月 媒体就大 大幅度的报道了 人家这个以前都 人家是做了 你还要想要割道尾 我相信后面的媒体 一定也写过这篇的报道 过来 你看机关 医化视讯 人家现在一百公元 他爬过 这个业务 早就已经在做了 你现在再拿来 我一百零四年 三月二十五号 你做的 还有 腾尼柜台 腾尼柜台 也是两 也是二零一四四月 人家都一样开西走啊 而且 也报道过了 而且都准备 以后都要 全部来实施了 全面来实施了 这都你做的 你这根本全部都是造假的嘛 拿把人家来 你挂在我买 做这本有什么意义啊 你浪费公堂啊 所以 局长 我要跟你讲的 这本不是你的政绩 你不能 百日拿别人的来 冲当你的政绩 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这工作都不是你做的 而且你白日也没有做什么 你最大的就是什么 有人来抗争啦 抗争很多啦 所以啊 本身认为啊 你的白日有感 都是假 浪费公堂 骗民众 骗民众不知道 骗议员不知道 你把议员跟 跟民众都动作 三回音啦 你做的都有感 其实你根本就是浪费公堂 你承不承认 尽量做 所以本身想告诉你 做不到 不要嘴巴收得太快 不是从青菜公公而已 这可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你做这个有意义 没有意义嘛 所以本身在这里要求 你要真正去做事 要真正去做事情 不是从青菜公公的 不是这行拿一行来倒 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还有 你说你的殡葬设施 有在改进 诶 那个本来 本来是不应该去捡烟地的 本来就不应该丢烟地的啊 是不是 那本来烟地就很少啦 还有 那个什么割草除草的 你们平常都没有在割除草吗 你来的才要割草吗 才要除草吗 我不信 找那个谁 赖荣誉 赖荣誉在哪里 我问你 你们以前都没有割草除草吗 以前烟地都不用剪吗 胡志祥时代都不用做吗 还是这个 蔡司令来的才要做 你说 谢谢主席 谢谢主委员 我们依照预算来执行 所以啊 局长 我们不是没做啦 我跟你说 你不要说 你做这个工作就是你的政治啦 你要真正实时去做 对百姓 对民众 对市民有帮助的 有效的 这样好不好 好谢谢 时间到 下一位我们请 陈正贤 陈议员请发言时间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 在座的各位 各局处的长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高早 真辛苦啦 今天一拜就开始要打这么多 其实啊 民政局长 过去那时 开始 任司会台会那时 没有什么人跟你问 原来 很多大家要请议 也要跟你建议 我看你 也要真正在做 刚才主席议员在说 都是对你很好的建议 一定要好好做好 不要 接下来 让市長对你会失望 对议员 对你的期许的落空 我本来也没想要跟你问 但是 我第一次也要跟你建议 大家都知道 你 很友好 对市民也很好 堪称为是孝行开磨 那是不是这样 教授 你会接下来 对市民本来就要友好 请告诉你 地方的外公 都非常重要 尤其今年一度 不要让母亲表扬 你觉得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请问一下副市长 列席的我们市府的主管 是谁派的 是你派的 还是民政局长派的 你说 在北区 北区一定 母亲与孝行开磨的表扬 可能要问民政局长派 是吧 这应该是孝行的事情 来 母亲表扬 请所有机长导致一下 向議員报告 我们这次 母亲表扬 总共有两个段 一个是副公所 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 我们早上刚刚举办 企委嘛 公所的部分 我们企委的代表像派 来 企乎 来来 再带来一下 来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有关各区公所办 母亲表扬活动的 各区处的首长代表部分 是我们圈给市长这边核定的 那由各区处首长代表市长出席 谢谢 是派首长还是随便派一个人 庄議員报告 因为我们 龙众 二十九区 二十九区 社会局这边 富泽 市区 民政局 富政市区 其他 各个局处首长 他们也都被市长指派 去参加 我们的母亲表扬 我跟你讲 台中市政府从十二月二十五号 林嘉隆市长就职以后 对地方的事情 都是默示 秘書处长 做差不多一群人行立牌 分化给各公所 一个公所放两个 北区的母亲表扬 竟然派一个副局长期 默示 那不是这样 母亲表扬 孝心开模表扬 这在地方是一条大事 亲近派菜菜派一个副局长 我看喔 今年开始 母亲表扬 也不用来啊 人来都不用来 人行立牌 送三个到我们北区公所来 乱七八糟 什么叫尊重 什么叫尊重 改天会变成谁 副局长没空 派个科长来 不用 他把我公所副局长办好了 末世 乱来 是不是这样 民政局长 人家要忽略啦 不知这么人心做 你请坐 两位请坐 谢谢 六江区长 请告诉你 我们现在15到18岁的工读生 是 在台湾市大约有多少人 15到18岁的工读生 这个详细数字 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科长来回答 请答复一下好吗 我没有坐下 我没有坐下 再给你讲 日文又坐 好啦 因为这部分 不要翻了 不要翻了 我跟你说 15到18岁的打工族群 在台湾市占了将近一万五 接近两万人 是 你们平常有没有做一些访查 或是稽查的动作 有没有 平常的话 都会透过用劳动检查的方式 就会顺便去看 就会去看 那是顺便看 就是会一定会看 顺便看 不是真的有去普查 所以说你们的打工的人口也不准 对不对 你们透过劳动检查是什么 一般会劳动检查 都是有纠纷的时候 才有劳动检查 15到18岁的打工人口 之前有作为民意调查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 有6成3是属于短期公读的 5成是在做餐饮服务业作业包装 还有门市店员的 其中这5成 餐饮服务业跟作业包装 是比较属于高危险的 你们有没有做访查 有没有跟雇主宣导 我想都很少 因为你们透过劳动检查 实际上有纠纷的时候才会发现问题 然后你知道他们薪资结构吗 我们的最低公司是一个小时 115元 然后其中有5成没有达到这个最低公司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报告议员 就是平常其实我们也都有在做一些法令宣导 我们希望雇主还是能够遵守我们的劳金法的相关规定 那当然我们没有去做全面性的一个访查 那一般都是先透过用劳动检查的方式 因为我们都一定会去看有没有打工毒的这个工毒圣在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特别去看到劳动条件 那如果不好的话我们都一定会现场去做一些改正的一个行为 我要向你建议因为暑假也快到了 是 也不是说要针对这些中小型企业 特别去做什么机查还是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做访查 因为小孩子毕竟还年轻 他的应变能力还不足 还有不能让有一些雇主在钻法律漏洞 明明是每个小时最低工资115 他就是有时候花连100元都还没有发到100元的薪资水准 这一点已经出来打工的小孩子多数是很辛苦 属于那种比较弱势的家庭 他需要靠打工来应付他的学费 甚至他的生活费 不应该再做再又一次被剥削 好不好 麻烦你一下 好谢谢 劳动检查处处长在吗 来请问一下 是 你来居长请坐 处长 是 警告人哦 你的现在5月1号开始劳动检查业务拨到我们劳检处嘛 包吟没有全部拨到劳检处 是制造业 制造业 是 增加制造业 公共工程咧 公共工程也没有全部是 我们市府办理的公共工程 市府办的 如果委办咧 委办的 现在委办的部分 应该大家认知上应该就是北捷这个案件 中捷这个案件 是 那我们这部分也是承担下来 那这样是几层 几层啊 在占营造业啊 营造业的话应该不会很多啦 因为整个 我们台中市里面的话有 市府工程还有民间工程 可是事实上民间工程还是占大部分 那所以说以就市府工程来讲的话我应该算起来是不到10% 还缺多少人力 目前的话前阵子已经有像跟中央跟那个劳动部这边协调了 那目前我们还缺51人 副市长 喂副市长 请教一下 缺的人力什么时候可以补助 工夫那天跟 要给主席报告一下 那天跟中央有来 他希望你 他说是跟你说很快啦 但是看起来是一年来应当 一步给我们 那个圆岳 那我们自己还要分担 去照顾还要分担 所以 就说既胎啦 既胎的一年 一年跟两年都敢做好 早老顾 差不多多久可以全部一播 就是早上说一年跟两年 一年跟两年是说 因为我们要去照顾 要去分担 要去送上线 要不上线进行 他那边给我们打开手 我看喔 这个业务要赶快移播啦 因为中央炒得沸沸扬扬 我们贵府的所有的各局处都说 我们有责无权啦 对 劳动检查是一个最基本的 有一些营造厂 营造业也好 有一些水工安全比较高度危险的 我们原来我们都是有责无权 一出事的话 大家都是所谓的有责任 但是都推得一干二净 然后平常要 平常的一些集合 好像大概都没有权利啦 副事长可能这个部分要请 我们贵府 加快 加快 脚步 赶快把它全部移播 好不好 好 谢谢 原考会主委猜吗 来请教一下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有没有看过 看过吗 呃 看过但是不会念 啊 看過沒有 最關鍵這裡怎麼唸 我不清楚 下面這次也不清楚 昨天的新聞有登了 早上新聞也有報 一叫死 第二叫菜 差一倍 下面這個彩字 就是古時候軍防封地 我相信 每十月二五開始 各 你請坐 十月二五開始 各局處的首長 都是我們林市長 軍防封地所來的 但是少這一批 差很多 人人做這批就派得出來 如果沒有人人做 這批沒它的時候會變什麼 台中市政建設 很多很多 搞得就像一坨石一樣 一堆 沒有啦 為什麼要跟各位說這件事 最近 很多建設 很多經濟 很多經濟 在台灣反應 好像螺絲鬆了 結果 在上個禮拜 地方又有一個聲音 原來 這些局處首長來的時候 都沒有帶螺絲 根本不曉得要怎麼上金花條 白忙 咕咕做 有認真嗎 真認真 有什麼事 要跟各位報告 也要請到副市長 請問一下 從縣市合併到現在 四年多的時間 我們的辦公廳社 有多少閒置的 有多少 有 我也有開這個會 閒置的 房舍有什麼 但是看起來是 好像有 以前的列館 要認真 差一點 還沒有列館 我告訴你 你們螺絲都沒有帶來 不是螺絲鬆了 根本都沒有薪 我告訴你 到底是來做官 來做事情 有時候我也有什麼事 你還要查 我跟你講 你會秘書處 他也不曉得 是不是這樣 市長不用找 你也不知道 因為你們沒有統籌 各局處都有 貸款的一些閒置聽射 交易協議有 稅務協議有 很多很多單位 都有 都有貸款的 但是有沒有統籌 不知道 我今天如果說 要求你 今天馬上給我 閒置聽射的資料 我看你也拿不出來 對不對 未來 閒置聽射 要怎麼用 各自為證 過去 有一個托育中心 你告訴我 他有看到一個 閒置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 交給他 來委辦 來BOT 發問去 交給他 用不行 我們這個這個 還有什麼樣的用途 用途四年 到現在 沒有拿出價位 出來 你有什麼用途 我只要 割掉 沒有用而已 是不是這樣子 閒置聽射 閒置的辦公聽射 校舍也好 都是放在那邊 就是不給其他單位使用 這是什麼心態 現在改革這個問題 我中任後 我有開一百歲 就是 把他們都拿出來 我也有說過 當然 我看到 就是 以前以前有流行 現在開始 議員說的 我們要再來問 要久不出來了 這是對 你說的是對 我也有做這個 給你建議 市長在說 脫育一條龍 但是 拖勞的部分 一直沒有談到 你拖勞怎麼拖勞 有 因為那時候 閒置空間的事情 就是提到說 哪一檔 拖勞跟拖勞 一起最好 有 在說這件事 這個問題 可以拿出最小機會出來 來 不然我們社會局 告訴你 非常感謝 議員這部份的關心 這個部份 向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其實 社會局這邊 有那些 和教育局這邊 來做這個合調 最主要的 我們現在 中小學 限制空間的 這個部分 現在有兩特方案 就是 阿公阿嬤 帶孫期 老人跟小孩 一起上學 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用病校 的這個方式 病校 如果 限制出來的小學 我們就可以 社會局這邊就可以去 進行 來進行使用 這個部份向議員報告 我們會用 最快的時間 比較快 來做相關的 那個 協調 不然也要用議員報告 就是 小學 我們現在要用 無障礙空間的這個部份 必須要再來 重新整修 再盡快 是 這個部份一定的 一定加速 來進行 感謝 好 保治局長 你知道我來問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最會是不要知道 我跟你說 你不想太過 太過癢 不至今 條街議員不至今 灰頭土臉 很多東西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范崇玉 范議員 發言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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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 大家好 那個 副局長 還有民政局長 首先 恭喜你們 以商業之資 所謂的 紅頂商人 能夠 重振 我想說 我們對你們兩位 我想是 另眼相看 期待你們 以生意人的頭腦 能夠 將我們台灣市政府能夠推向一個 整個一個國際之關 那國人這樣說 所有的都 一個 法輪都 一個不孤雅的 一頂一頂 來到每個鄉鎮的 就在法輪都不孤雅 但是 所說的就是 在我們台中市政府 我們就是 所有的市政 除了50分的努力之外 也有50分的吹噓 民政局局長 我對你是 欺以眾望 我覺得你坐下來 我不會叫你起來 你坐著沒關係 不用啦 可以放輕鬆 問政 質詢 可以很嚴肅 也可以放得很輕鬆 也可以 也可以揭發弊案 但是 大家可以放輕鬆 那 日本的一個 幕秀 幕府 私田姓長 我相信你很清楚 在他前面 把勤力 封城秀吉 封城秀吉 考慮自己也做宰相 所以說 民政局長 我認為 你應該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做得很好 因為民政局 是一個最大局 台東市最大的一個局勢 所以我要問你 今天 二十幾個局長怎麼來 我算了就沒那麼多 你是在 在後面 休息室一邊 還有 休息室一邊 我去拜 大家趕緊一面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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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大家 找新社 找董事 找清水 這局長 大家也不折 對不對 大家也認識一下 我們也拍一下 就好一下 我來介紹一下 我雖然是 我們北區的局長在哪裡 你操大29區的局長都來了 董事長 我們北區現在是 台里局長 是我們的 廖秀蘭 廖秀蘭 那個 主任民主 我拜託這個人 這個不錯 這個也認真 現在我們北區局長 要討好 行政效率不髒 不少 不少這麼說 你自己的鵝肉而已 都已經四個多月了 拜託你們好不好 好 廣州29區的局長 現在台里有幾個 現在台里的只有一個而已 你也看我們北區比較小 你這麼多 快點 我們這個 這個也不錯 當然 我相信 每個局長 都有他地方的一個壓力在 快點讓我們北區 乘埃落定 這樣好不好 好 我說實在 你印這本 百日有感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你 我現在請到所有的苦長 好不好 我們現在 苦長 要拜託你 你們北區台中公園 請舉手一下 我們北區 去過台中公園 請舉手一下 北區過 台中公園 中山公園 都去過 有沒有沒有去的 請舉手 都去過 然後 柯博館 植物園 如果沒有去過請舉手 台中市 柯博館 如果沒有去過請舉手 去過 去過嘛 賓利館 如果沒有去過請舉手 去過嘛 再來 空主廟 空主廟 有沒有人有沒有去過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去過請舉手 沒有帶我問你啊 都去過嘛 我現在所說的都北區的啦 東正公園 沒有去請舉手 都去過嘛 那你這哪來 我知道那哪來 那例外 中正公園去過嘛 都去過嘛 好 很簡單的 我介紹北區 我現在已經說過了 有一個局長不知道 我跟台中公園 幫我當作什麼 當作中山區的 拜託 我跟台中公園是北區的 所以你若要振興中西區的時候 拜託你 富士廟 從我們北區一半 你也要把我們振興一下 接近中華路 那我都走過去一半 好不好 齁 那也是你的地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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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米頭要出米隔壁 我告訴你 不然 現在已經擴大城中城 都要把他拿進來 所以我上去 叫五區的區 上來來 跟他們問說他們需要誰 哪五區 中西東南東 你幫他擠一下 有北區嗎 我東西南北中 有啦 五區都叫 我們北區的高尖的所在都已經 差不多沒落 希望能夠整個包含進去嘛 所以我現在簡單說幾句 就知道你們北區到哪裡 包括天津北平商圈 也我們北區 一中商圈 台中科技大學 那也我們北區 棒球場 肉品市場 這是我們北區 怎麼會 這樣而已 你們就知道我們北區多少 所以你要擺自有感 你倒不如怎麼樣 你要扣車來講的時候 有感要靠輸來宣傳的話 是吧 倒不如你是宣傳每個區的特色 好不好 就對了 29區 我們一個議員要了解 我不是北區選出來的議員而已 我是台中市選出來的市議員 所以說我們要了解你們每一區的特色 你們的區長 都有確認跟你們每一區的特色 說出來嘛 你大安區 不是只有海賓而已 不是只有那個大安馬祖廟而已 你大安區的馬祖廟從半部 你怎麼拼了在台下賣的喔 沒有啦 大安區還有很多值得 讓人民留戀的地方 大安區我經常去清晨時經常去收水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跟你們每一區的特色 說出來 所有議員都了解 很多議員 他們是要做庫額的議員而已 但是 有很多議員 他們不是要做庫額的 你們大安區的議員 大安馬祖延選 如果在過 是我們所有的六十多議員在過 不是你們大安區選出來議員過而已 所以你說我們了解 讓我們知道大家來共襄盛舉 也不要花那麼多錢 花那麼多錢只蓋一個基座 後續的錢來編不出來 何必咧 所以很多錢 你像那個台南北門 他花多少錢 現在蓋一個雕像裡 人家就先一趟去兵兵 所以很多東西並不是閉門造居的 讓我們了解 大甲特色 清水的特色 因為你以前的台中間 兵兵台中市 國家有很多好 來發展的空間 國家有很多的特色 來講話聽 我剛才在講講的 你都起過嘛 台中公司也有起過 所有說起過 但是你怎麼知道那是百區位 你怎麼不知道百區位 包括市長官邸 也是北區的 所以說 你把二十九區的特色 集中在這一本上 開了你的本家 百日有感 對吧 你不要繼續請教你 台中市 還是你的管事 我們有多少公務 現在目前 來講 六股頭的部分 有二十九 二十九的 六股頭 阿公我的部分 我最主要 我再看一看 快點 提供阿姨 不用啦 差不多二十四個 一百二十四個 一百二十四個 一百 一百一十九個 所以你要請說 你管事 公務有一百二十四個 應該是沒有說不對 哪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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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二十九個 我們說的使用的 所有的 使用的 你說一百二十幾個 但是我們實在 公務 有一百七十九個 那為了已經緊張了 那為了我除了這一次給我四年了 當時演出一百七十多的 一聽那個殯葬所的收聽就亂講話 根本就沒有管轄 而且管轄權在哪裡 在每個屈公所嘛 對吧 所以說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清明節剛過不久 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很多納古塔 我現在要請教你 納古塔所謂的那些 業務啊 是不是委外的 還是區公所自己執營的 你要回答一下 我們台中企業都是 我們這批申管所在處理 那如果國區的就都區長這批在處理 請再講一講 納粹就說你不對 你管多少 你管幾個 我叫 叫那個說一下 你不知道 這是最重要的 民政局 是是 你請坐 他這麼多啦 孫典啊 我看你也沒看 所以你就是沒有嘛 你都做100多的公墓 你管幾個 你要說 所長你要說一下 全則不分嘛 謝謝主席 謝謝范議員 謝謝范議員 我們三觀龍大概16座公墓 那那幾座公墓 16座 那幾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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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9座 你關幾座公墓 你關幾座公墓 那幾座公墓 有4座嘛 還有 你請坐啦 你這都在亂講的 第一個就是你自己記得 全則不分啦 你收我現在你的任內 在4年之內 我希望你把所有的公墓 直接收入你管轄之內 現在你的座長 你也搞不清楚啦 你的公墓 我請教你 你公墓有很多是委外的 納固台有很多是委外的 是不是 你請教你 座長 你委外可以請給他請坐 還是你們在這裡關得到的 座長 委外請給他請坐 有嗎 還是都你們管的 都你們管的 都你們管的喔 都你們管的請給他請坐 蛤 都你們管的啦 啊 哪個頭有委外的嗎 都沒有委外 因為齁 親民節的時候 我接到很多電話 有的找不到地方的 要問你的時候 腳到你座公墓 你座公墓的人跟他們 那都委外 你看 你去找委外單位 而且態度又非常不好 這個就是 很多公墓 有很多是委外單位的 再來 納固台 公墓 納固台 也有一位兩賣的 發生這種情形 所以我希望你們認識未來 不管是納固塔 還是公墓 都 直接 收歸你們 或是你們納入殘葬所的管理 因為區長在這裡 坐到 他也不可能 區長自己身體立行 你自己觀光 他也不可能 而且 相關單位也不屬於區長他們所管轄 你屬於區長管轄 你要有編制人員 是不是要歸葬 兵禮所 人員歸葬兵禮所 做得到嗎 議員我 不好意思 我 跟議員報告說 我們現在 就是一百零五年 全部 一過 收歸 全部都民政局這邊統籌 就是說 我們目前來說 用這個 生命禮所 現在該做生命禮 就是看能當生革病 生命禮處 我知道啦 你不想告訴我 你做得到嗎 當然要做 納入管理 對 不然你多少公務地 你啊 亂七八糟沒人管 再來像台北 台北 納古塔 去讓人鎖在那裡也不知道 對啊 有很多是委外的搞不清楚嘛 所以你還是要 收入嘛 這是你任內 做得告訴你這麼說 做不告訴我 我們現在沒有委外 你說的委外 可能是掛糞的樣子 我這麼多 我希望你的整個管轄 納入兵禮所 還告訴你 我請告訴你 你目前的那個 所謂的殯葬所 都做幾間 崇德館 東海館 大甲舊館 現在三間嘛 現在是崇德館 東海館 大甲館 三間 都不夠用 我們繼續來 來 我告訴你 你都不要 你都不要把我交給我北區 我北區已經附好 太久了 你又怎麼樣 你不然會聽聲 所有的業務 你通通給我集中在北區 那北區都不用做事情 當然我們不能說 東海館 人家也有文化 我們不能說 大甲當然也有他們的功能用 我們不能說 不夠你還要多做 你當中我們北區 你不接著我們北區嗎 我們今年有 針對東四的百貨庭 我們就有 已經在開始 不要這樣 你騙誰騙咪 你不要這麼多 對 北區 不然你 我沒有跟他率先吃膽 你不要再加上 是不是這樣 我知道你又無敵無敬 你又把外地先下去 再繼續 做得好 好不好 因為那是 民眾需要 尤其合併之後 以前台中市院的 現在都回歸我們台灣市的 可以享受整個 焚化 也不用錢的問題 有這些東西 所以說很多 我們增加整個殯儀館的業務作業 所以現在人家這麼多 你看我們從德電的人 那個殯儀館 人家比較多 當然你的改進 我給你肯定 電子晚年的改進 那是真的是 很超前的 絕無僅有的 比大白做得好 但是 究竟啊 不是在求我們賽而已 最重要 殯葬就是要改進他的利益 那些沒水的利益要改掉 那些燒金炸的沒水 改掉 包括土地公廟 找15個就放少 其他記者 絕對不會放少 實在在進步嘛 你們的觀念理益都要進步 好不好 謝謝 來 下一位我們請 段遺宇 段議員 發言時間15分鐘 主席,副市長,各位局科處長,各位議會先進,媒體的同仁,大家好 先生,要來給蔡局長報告一下 我是馬屁議員,你請坐,我很馬屁 我以為你不錯,因為你不來討人,你就做功課 你知道我需要什麼,包括我代理武方人經常說,死無重心一堂 你專程,把武方給我看,所以我給你馬屁,我認為你不錯 但是,在選舉期間,有人幫我抹黑 就是這張,幫我搭在客戶的社區發展學會公布欄 說我在客戶創作殯葬特區 所以我就做專欄,我一定要做專欄 看到底客戶有多少殯葬業,為什麼他說我需要設一個公立 他們就說我從客戶變成殯葬特區 所以,局長,你在那裡查我,我是不是拜託我的議員 拿去給你,這張就是抗議書 你不用來,我叫他拿去給你 讓你知道我要做專欄,我要求議長給我做專欄 我要查,查我到底客戶有多少殯葬業 不怎麼說殯葬特區,說我處理一個公的 他就說我做殯葬特區 我一個資料給你,你不用來,我拜託我的招聚人拿給你 謝謝你啦,你有在關心我幫他洗頭 不一定說,從商而從政就不好,不是的 有時候以商業的角度來看,你是一個不錯的 我感覺你是不錯的 好 另外要來問問客委會 客委會主委,你請坐 你有感覺你頭前的牌子不去嗎 官方喔 我把你拿走了 我把你拿起來 我把你拿起來,你不知道 我把你快遞到立法院 交給王津平 我把你寫好了 我把你快遞到中央 讓王津平收 我希望你變中央的一個機構 因為你們最會拍馬屁 我把這個馬屁 我把你報告 副市長 副市長 你看齁,你請坐 來 來 我一定要快遞你請坐 你會發覺去中央上班 因為你新來的主委 我常常說 政務官換了 結果把市務官降級了 村外下面的人是虎搞兼蝦搞 我跟你說,換湯不換藥 我給你快遞去 他把你拖著回來 你很沒面子 他把你收 你馬屁就拍成了 我來告訴你什麼事 一百空三年 胡志強的時代 客委會辦新丁板節 你們買酒送到中央去 這個事情政風處最了解 結果啊 中央說不符合預算法規定 不可以買酒 把你退回 把客家人的臉 丟到中央去 政風處一點點感覺就沒有 也沒有任何的作為 政風處 好 今年度啊 因為你是送中央的客委會的酒 今年度你們更厲害了 新丁板節來便宜算 送燈籠 對吧 做一萬的燈籠 對不對 主委你應該知道嘛 你做這個燈籠啊 三十八塊 我在 這個 今年的元宵節收到 我們新聞局啊 叫我幫他倒閥 然後啊 廠商跟我說 我如果要加他們 一個二五塊 你看那裡的燈籠 八塊啊 這我去問你 八塊的東西 你去採購三十八塊 你看看 這個燈籠 有三十八塊的價錢嗎 你看看 有三十八塊的價錢 這新聞局 新聞局這個 新聞局不少耶 這創二五塊 那你這三十八塊 這個 你貪污 或者是 有任何的作為 或者是有任何的不法 也就算了 你這一次呢 把燈籠給了誰 給了立法委員好心存啊 包括副委會主委 你拍馬屁 你拿什麼 你都拿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啊 我相信民進黨的民意代表拿不到 有議員 我不知道你有或沒有啦 你們這樣子拿著副委會的預算 不去幫副委會做事情 去當馬屁精啊 客家人不是有一句話 您賣祖宗田 不忘祖宗嚴啊 應景的精神 結果咧 現在的副委會是專拍馬屁 馬屁副委會 你看看 這個燈籠像 核心存大地民 拿給一個租金 那個租金裡面藏一個客人就沒有 隆重拿客家人的資源 去拍馬屁 去做那種見不得人的事 你們笑死人不笑死人 前兩天 我又叫你們拿東西來我看 做了一個樣板的照片啦 說每一個都收到當中 我早起 你 主委 你知道台里有多少客家族群嗎 你知道嗎 多少 多少 報告當議員 那麼 前幾年調查的結果咧 大里區的客家人數有 四萬零三百元 請坐 請坐 大概是四萬人 全台中是四十五萬人 你就是辦活動 沒辦法將全台中是照顧到 其實這個當中 尚到客家人的小朋友 我相信我今天說的 東四十港 很多小朋友沒人收到 因為你拿這個當中 去向所有民進黨的民力代表 中央級的去拍馬屁用掉啦 你們這樣子做 怎麼對得起客家人 你這樣子做一個政務官 怎麼可以任由這些下面的人 延期的舊制的時候的 所有的馬屁文化還沒有斷根呢 可憐喔 很可憐耶 各位會主委 我覺得我很丟臉耶 我家也一半以上客家學童 沒有跟你騙耶 譬如我的媳婦 大媳婦都都死耶 我拿給我的媳婦看 我的媳婦喔 穿大戶就不理喔 客家人不可以這樣子的 你看看這個燈籠 這難道沒有很嚴重的貪污嗎 你敢外面查看 政風主啊 反正你們是連政公署 我給你們做政公署 林政公署 老鼠的署啦 你請坐啦 你是老鼠的署 等一下我騙一些東西給你看 我不會跟你騙耶 前我做議員議 給你們多少的案件 問一件你們都說差不 搞奇怪 差不上去 什麼年 我就等一下再跟你探討 你如果把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如果 為什麼不買它呢 為什麼搞這個 你說我付股 我要求跟古早時代一樣 他就比這樣比較貴 付什麼股 你有看喔 這付什麼股 這小事啦 你 如果 我把你這個官方 嚇去立法院 當我副市長我嚇的 你如果收去 那就馬屁成功了 變成中央的 台中市客家委員會嘛 那推都回來 啊怎麼辦呢 推都回來 我們就拼了又沒收啦 是不是這樣 客家人在哭泣啊 副市長 不可以這樣子的 去年送酒 政風處也知道 有沒有什麼作為 為官者自為之啊 然後一年又一年 年復一年 這種文法 我指定就不改變了 我老實跟你說 人事處處長 我一件事 給你探討一下 你請坐 我又不叫你站起來 你不要站起來 你做這麼久的處長 市長如果換人 事務官降金 當然 他的行政權 簡見為 十一這點 跟十一這點 也會殺你 我沒有說不可以 但是事務官要降級啊 要有充分的理由啊 比方說他做得不好啊 或者是因為事務官 對於政策的推行不利啊 市長 有充分的 就把這麼多的事務官都降級降定 降定喔 那個power point 就給我放一張 我站在 FB裡面撩下來 來 不是這張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再下一張 處長你看 這張在FB裡面 打出來 一人當道啊 諸狗生天啊 這個事務官啊 母親節回來了 把老母說母親節快樂 母親跟他說啊 兒子啊 好很不簡單 你副副業界做公務人員 這麼認真幾十年 我很驕傲 你做到事務官最高的啦 叫做副局長 你怎麼這樣不爭氣啊 連副局長就做不好 去往降級啊 人事處處長 你有看到媽媽 怎麼樣問這一位事務官啊 老婆就說啊 老公啊 老嫂就跟你說 你要加進民進黨啊 你就是不相信 因為事務官中立就好 認真辦事就好啊 結果呢 兒女啊 她的雜丁好生跟她說什麼 爸爸搞什麼鬼 同學都說 老爸你連個副局長都幹不好 遭醬子啊 老爸 我們連頭都抬不起來了 這個事務官啊 最好一句位 啊不是幹不好 市長多人 藍綠要選邊啊 人事處處長 你看到這邊的FB 你心裡怎麼想 一個事務官 十幾頂 十一幾頂 十二幾頂 每次這頂有幾頁 一頁一頁賣起來 尊公今天你綠色執政 要把他們不支持你綠色 要把他幹掉 你也看到就有機會 再把他幹掉 雄雄烏烏就爬起來 把他幹掉 處長 你有沒有跟市長報告說 這樣的行為是不好的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有沒有跟局長報 跟市長說啊 處長我在問你啊 處長請回答 處長 主席 簡單回答有嗎 沒有 沒有這麼多 我跟你說處長 你將變做代罪高揚 這些事務官 因為 沒有什麼原音強 抗擊 你再平調嘛 你把調報為不是主管階級 都沒有話說 你把抗一頂 你知道事務官要選一頂多困難嗎 所以林佳龍市長 將對你開刀 我相信不久的將來 露台就是你 因為要把責任推啊 讓你沒有 諸貫好者 因為你沒有 去告訴市長說 這樣子把直等 槓定 他沒有犯錯 因為他沒有支持你民進黨 所以把他槓定 這樣的行為 會製造更多的仇恨 是 處長大人 這就是我講 剛把這些 副處長 副局長 槓吉 是徒利 因為 他本來應該有的 坐車 沒有去啊 他本來應該有的 所謂的事務費 一萬九千塊 也沒有去啊 是林佳龍 拿去引刀 給他的人 做副處長 本來這個人 沒有 沒有 坐車 沒有一萬九千塊的費用 現在都有啊 這些人呢 這些 副處長 副局長呢 就忽然間 什麼都沒有了 你認為 報告處長 不會製造仇恨嗎 會製造難力更大的 互相的仇視啊 這樣子的行為 你身為一個人事處處長 並沒有去跟市長說 應該在他不私任的環境之下 慢慢的換 或者是調任同職等 不是主管的職務 而不是這樣等啊 如果啦 這樣做 每一次 每一個政權在替換的時候 這些事務官 都要倒大煤咯 政務官你把它換掉 大家沒話講啊 政務官是市長任用的 事務官是國家體制來的 看完耶 你們為所欲為 你們說 他是做大煤就做大煤 他自己做俗辣就做俗辣 這樣的行為 你處長 並沒有跟市長講 所以我認定 市長 在最近 一定要把你幹掉 因為你沒有 說出你應該做的工作 處長我這樣講 你服氣嗎 服氣吧 你沒辦法給我回答 因為他這個決定要把你幹掉 不會把你噴的 我的感覺 因為這些 變成代罪羔羊 因為他們當初沒有幫民進黨賣力 今天的事務官都遭到這樣的行為 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政權應該有的行為 這樣子 來屠殺 對自己 不支持的 政府的 重要官員 對國家是一種很大的損失 怎麼推得動 所以今天 副委會 才會這麼膽大妄為 將台中七的主委 拿去送給中央 難道不是這樣嗎 副市長 我跟你說 我再一次給你報告 我希望 我希望 新的團隊做得好 我也不希望 新的團隊 專搞藍綠對地 好 時間到 現在我們請楊正宗 楊議員發言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段議員講的 直詢的本席呀 有感慨 我用幾句話來形容 大家注意聽 舊的官員不會用 新的官員不合用 舊的計畫不願用 新的計畫草率用 法治局 陳局長 聽說你是司法特考的雙榜 恭喜你啊 回顧台中市歷屆 我們局長啊 只屬於你最優秀 林市長 也深信得人 你請坐 四個多月來 你表現的可圈可點 使命必達 本席給你按個讚 護主 急先鋒 打罰一己 不手軟 適合做官 適合做官 調解的目的 調解的目的 是在減少訴訟啊 促進和諧 調解委員會 是為民服務的組織 這次 林佳龍市長 一再的強調 用人為財 為民服務 不分黨派 為什麼 這一次的調解委員會 怨聲在道 為什麼 審查不公開 為什麼 不依台中市政府 及各區公所 調解行政 實施要點 依法行政 為什麼 接受保揚的 機優調解委員 部分被排除在外 為什麼 有法治局的推薦 口袋名單 出現在各區公所的審查會 為什麼 調解委員 要以顏色取審 為什麼 登任調解委員 要找民進黨議員推薦 或是 民事 暗示 要他加入民進黨 本席 七個為什麼 七個為什麼 陳局長 你要回答 要不要回答 有還是沒有 這七個為什麼 有還是沒有 局長請回答一下 局長這七個為什麼 有還是沒有 我們都依法行政 有還是沒有問你 這七個為什麼 有還是沒有 我們都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啊 你是 政治黑手凌駕法律專業 你是政治黑手凌駕法律專業 你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就不會被人投訴 你依的是哪個法 我們依的是 鄉鎮市調解條例 因為在調解條例 調解條例裡面 台中市政府有沒有一個實行細則啊 我們有一個 有沒有實行辦法 我們有一個調解行政要點 但是在整個法律的規範上 本席手上 本席手上 有一份具名的請願書 具名的請願書 檢舉你法治局 不依法行政 違法亂記 徒弟第三人 鄭鎮市 要不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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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法亂記 要不要辦 你是沒有牙齒的老虎 來請處長回答 你是一隻紫老虎 沒有牙齒的老虎 請坐 副市長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這一份請願書 交給你 回去查 裡面是 具名 寫得非常的詳細 好 副市長交給你 好 謝謝 感謝 我來幫你收 這個請願書 具名的 法律條文都在裡面 還是北區調解委員會主席的請願 交給你 好 陳局長 本席請問你 你有沒有就說 你的科長 去公所 交口袋名單 強制安插新人選 影響審查會就範 有沒有 有沒有 謝謝主席 有沒有 我們都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你依了什麼法 你交代你的科長 口袋名單 安插新人選 例如 賴姆珍 我們林家隆總部的 競選團隊的人員 王某民 民進黨員 吳某德 等等 局長 有沒有 有沒有 報告議員 我們審查 你還是依法行政 你還是依法行政 你有沒有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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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教說你的 科長 有沒有 我們過去以來 你有沒有說謊 局長 局長 你有沒有到法院去關說 相關人員要依台中市政府 城報的審查名單通過 絕對不會向法院 絕對不會向法院說 有沒有 你有沒有到法院跟相關人員關說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沒有 沒有 有的時候你要怎麼辦 你有沒有說謊 有的話我下台 你有沒有說謊 你有沒有說謊 沒有說謊的局長要下台 有沒有說謊 有沒有說謊 沒有說謊 沒有說謊 齁 4月1號到4月6號之前 4月7號到4月8號總檢討會 局長 林市長 林市長 一再再講 在媒體上公開發言 為財適用 為民服務 不分藍綠的言論 陳局長 你再幫市長證明 他所說的都是虛偽的都是謊言嗎 陳局長 是還是不是 我們在過去來都努力重工 那整個市政團隊 也都上簡發條在處事 我們也都依法行政 是你們都依法行政 書謊的局長下台 我剛才已經點了你 幾個名單 你要我真的要把它弄嗎 局長 市長的名聲啊 被你毀掉了 政治凝架調節 是你自己大諸大諭 還是林佳龍 林佳龍你揣摩上意 林佳龍要你們指示各區調節委員 全面綠化 誰的 是你大諸大諭 還是林市長的意思 鐵打的衙門 市長 局長你不要回答了啦 鐵打的衙門 流水的關 十二月二十五日改朝換代 新政府上台 請問陳局長 你就任 尖交人員是誰 尖交人員是誰 我們在就任的時間 原來的局長請假 所以原來的局長沒有辦法擔任尖交人員 誰尖交你嗎 那隨後我們辦理的尖交還是依照公務人員職務交 誰尖交你我問你誰尖交 誰尖交你 當局長不在的時候當然就副局長來尖交 副局長 副局長尖交局長 副市長你聽好喔 不倫不類啊 一笑大方啊 你 在這個各大媒體發表說 前朝官員很多請假 移交一切合法 陳局長 移交的事情 關你屁事啊 是你的業務嗎 移交的事情是個人事處的一個業務 那你來發什麼言 關你屁事嗎 你互主心切 你互主心切 這不是你的業務 結果你在報紙上 發表言論 厚大喜功 前朝官員請假很多 是否移交一切合法 陳局長 我幫你調了台中市政府 一級機關 當天 一級機關請假的人 總共有十七個人 總共十七個人 參議 參試沒有人請假 副局長一個人請假 主任五個人請假 副總工程師一個人請假 科長六個人請假 科長六個人請假 你在講 前朝官員很多請假 十二月二十五號 局長 你有沒有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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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數據全在這 我數據全在這 依據剛剛議員所講的數據就是很多的局長請假 很 很 這裡面沒有一個局長請假 我們講的 這裡面 參事參議 沒有一個人請假 十七個人 十七個人 好 那麼二級機關 派出機關 也搞成什麼 副局長 尖交局長 我們消防局是這樣 西屯區公所是這樣 所有的文官體制啊 被你們是破壞殆盡 下屬尖交上屬 這不是笑話嗎 這不是笑話 結果你們還敢講 陳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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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我們公務人員交代條例 台中市實行細則 二十二條 你知不知道 略為知道 知道 你知道 你還說你合法 我告訴你 一級機關 首長交接 一級機關 首長交接 尖交人員 參事以上尖交 參事以上尖交 二級機關 以下 派出機關 應由上級機關 應由上級機關 主密以上尖交 陳局長 陳局長 實行細則 明文規定啊 台中市政府 實行細則 明文規定 白紙黑字 看不懂嗎 看不懂嗎 台中市政府啊 台中市政府啊 副市長 便宜行事 便宜行事 啊 陳局長 你是 你是 護主心切 信口 開合 抹黑前朝 好時間大齁 接下來我們請 何敏成何議員 來發言時間 十五分鐘 比較堅強耶 大家都比較堅強耶 這個大台中 大台中市啊 是一個這個 大家庭啦 啊像 公子母 離婚啊 婚姬啊 啊這個 這些小子 這些議員不會是小子啦 就代表專良市民 議員 這個 是小子啦 啊這個 這不老小子 不老小子 新母 新的 姊母來 不適應 啊 就是妹啦 就是妹啦 所以 大家比較堅強耶 要用妹 做得不好 做得好 堅持 朝鮮就做得好 朝鮮就做得好 坦白說耶 你要堅強 穩穩如雅 應對得體 進退有距 對嗎 堂堂正正的 市政府 法治局長 幫你學路 我 要跟楊正宗來打水果 我會說 整個關 這齁 鄭光雅副市長 你聽看看 以前 郭民黨在執政 齁 齁 那如果說 我們民進黨 說要介紹一下 什麼 很優秀的人 裡面 那個 調節委員會 連名都不可以給你定期 對齁 小白 你 這樣 連名都不可以給你定期 我真正介紹一下 這個齁 很優秀的 東區 開三間 幼稚園 人也參加社會 奧童福利 什麼什麼什麼 委員會 齁 也都作為理事長 攻擊 顯赫 我們介紹 去美國 調節委員會 說 連定期 就不可以給我們定期 現在 我們大家這樣保養 我們現在起來之後 我看 有三聲 四聲 沒有到四聲 民進黨 公職的 結果 也要打一半條 打一半條 有 結果 這齁 就表示我們自己 要檢討 我們這個 團隊 不夠認真 不是說不夠認真 就是不夠 知道那個 努力 這個中間人 都去反應 這個 運作 你知道嗎 都 不要說運作 去溝通 我們有在溝通嗎 我們就是反正沒有溝通 就叫我們打不掉 什麼說 後來說 學歷比較多 這個協力太低 嗯 如果要協力高 都去台灣台灣 選頭前六十幾個 來做議員 就好了 對吧 南區要十三個 都去台灣台灣 去選十三個 最優秀的 去做調節委員 就好了 調節委員跟議員一樣 要來自國改戰 在股門中 會選中立 這樣不才是 這樣不才是對 對 不才我就去 了解國改戰 輸求 來做實動的調節 調節 調節很重要 調節 它有準司法修理 你調節過 就是 儲基反應一樣 所以 最後的事情 我們堅持 不用齁 自己這樣 白宮七七 不用怕 啊 如果 不對 我覺得 很得體 這就 堅持了 阿 外公回來 各位覺得 無親節 這些 無關 你們是 父母 還是 現在就 生做原配 都是無親 台中七的無親 好好照顧台中七 好好聽 聽到台中七 齁 自己的業務 自己的家庭政策 要知道 像我這個柚子 你們齁 要對這個柚子 對柚子 對柚子 比較照顧 對 比較顧 對 我就說 我最近 介紹 糟糕 服務案件 啊 這個 好啦 說比較賤人 包括人數 都親在幫你應付 應付 不是說自己的人齁 啊 你就比較委屈 做無親人 偉大的無親 我長這麼幾天 正面介紹 滾下去到高雄 那無親人偉大的 是 大愛 是沒有在分 這個家庭來的 大小孩 就是 好好地 疼痛 好好地照顧 所以齁 做無親要很細膩 要很 悠心 細心 秘書處 如果你看 你的報告 約會報告 第四個都不夠細心 齁 這民政 誰說 齁 協助接待外賓 包括 針法 使法 使節 使節 團 約36人 約1個都不夠 不大 這個 現在民進黨說 都要關注台 再來 使節 團 叫下屬 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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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醫的 因為這是同仁協助準備的 不過還是應該要付監督的責任 對嘛!不夠細心啦!這樣當媽媽是不行的啦 知道嗎?母親節你不能夠 所以啦!你們要比較細心 幾個的單位都差不多一樣喔 我們不要國民黨這樣 孤秋冰沒有月,以前他們做的比我們更暖 現在我們做了,我們在改進了,我們只要給你們賣 像這個,發言中要給你們賣,也要 所以吼,我們不能讓孤秋冰沒有月 大家稍微看神經奔情 部分黨派,事情其實不用分動派 剛才他們在說,有的是對的啦 好的人齁,好的主管 認真的主管,那都能探討啦!市政府其實就是這樣而已啦 都能探討啦!那人認真 在黑智雄的時代,認真到三個半月、十幾點還在加班那裡齁 其實我相信他不是為了黑智雄在加班啦 他一定是為了他自己的工作,在加班,在用功,在認真 那種的不要跟人講掉,不要跟人換啦!對吧? 跟人換的會反重怒你知道嗎? 我剛才有一個人的,我就覺得說,人家就很好的,我們怎麼跟人換?對吧? 像你啦,像我們這個介紹就不好了齁 也不用用!當然要介紹都要介紹啦,不然你要怎麼選去 但是,你如果感到你就不會用你 對吧?你看起來,生結,或是說過期的服務結合就不好 也不用用啦!但是,地方無人家,合理的嘛 表示說河濱雄也有服務啊 對吧?要做到這樣子齁 民進黨要做到這樣子,不要像國民黨那樣亂 所以,要做的工作,很多啦齁 幾分前後來,這個業務這孫子這樣,這個任務單位是天下 第一大組、第一大委員會齁,很多啦 剛才也有人在顧著,像殯葬業務 殯葬業務開始要,也要用很多心的齁 我們現在齁,自太陽花的這個學院過後 都流行一久的,自己國家自己救,自己的城市自己救 那這樣一直延伸下去齁,自己的社區也要自己救啊 自己拉的大便,那個也要自己去清理啊,對不對? 自己,養狗的狗大便自己要撿啊 還有自己,就死人 要自己去弄殯葬區啊 二十九區都應該要去做殯葬區 自己的區就是去燒 不要把他們帶去,放送去他們北區燒 他們北區出秘,去西斷燒,去台北區燒 要去這高區,總之這是一個理想啦 但是,我們在這個廟堂之上,我們要有論述的功力 我們就是要用這樣跟人們對話 你平常就要去收購這些東西 如果做得到,他都要做殯葬,做廟堂 要做廟堂,要嗎?像汙水 汙水,我之前跟地震局長那個 那個中國人,我跟他鼓動這個事情 他也說,對 像那個 區大精修,中威之後 都沒有做汙水處理 汙水都要撒撒去我們南區的 湖田水支援中心 啊,這個中間就要威勞 就要花這麼多錢 大廠還跟那個公農牌 他還定位 整個多次都在那個混亂當中 都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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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這樣 所以哦,我們要有一套路撃 一套事政會優先損失 啊,在議會,也要說放農 說放農說說話,說之以理 要讓你了解 要了解,當然做多少,算多少 所以,包括,做不到下 現在議會也有很多政議員,包括議選,如果沒有任何人,如果有很多問題,我們都可以逢獲,這樣就對了 這是我用這樣跟大家來探討 我希望說,美國共產黨的人數,我們希望,副市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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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市長和市長都差不多人數,大家都有看,有看的時候,應該在條政,條政不是不可以條政喔 但是條政的時候,要向有尊嚴,要向有感覺說,我是讓你看看你做那麼辛苦,要讓你休息啦 再來齁 我還要幫你重用喔 這個欧志強很厲害喔 這點欧志強很厲害喔 十三年前欧志強當選的時候 南區區長 中正光 起來而已 沒多久都叫他換掉 南區區長 大家都找說 你為什麼 中正光做得很好 為什麼要換掉 我不知道 你們欧志強要換掉 你帶我們來跟欧志強說一下 我就帶去了 帶市長社跟欧志強說 那些人剛才十九歲去 二長 差不多十五歲去 結果 欧志強怎麼演的 哎呀 這中正光啊 好的人才啊 他還寫了好幾本書啊 對市政的這個公基著書啊 我以後一定會好好的重用 一年十三年 都在這個副主管以下 鑽丸啦 無聊啦 欸 但是人家好聽的 人家說的 人家中正光嘛 聽聽聽聽聽聽的 也不知道要叫我鑽丁的 所以讓我們愛的也要這樣啊 我們愛的也要這樣啊 我們不要這樣 自己也問著頭滿幹 就是說 我現在有款啊 我現在執政了 我叫你去打你就給我去打 結果 也是用一些海啊 我有發現到喔 但是喔 我執政黨 我現在 我盡量用這個手法的溝通啦 當然啦 背法 我還是要強烈的來糾正 糾集 甚至舉發 我絕對這個部門 我絕對不討論 這個任務方面啊 有很多要說的啦 包括那個新住民吼 新住民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啦 你看中区 中区 我們中区 以前是我們大家公認的地方 現在你看家裡 全東南亞 沒關係 我們不是歧視東南亞的外路 或是路配 或是大陸 但是 那些地方 垃圾 骯髒 有些店 或是 不燙不吃的 那鳥氣 還要吃了 那實在 我們不要去東南亞法 我們不要去六五法 我們應該去日本 去橫濱 那些地方 都可以沖到 這麼乾淨 所以我們在這裡 尊重中区 要做 東南亞街 東邪 東邪 東邪廠 東邪廠 那也沒關係 但是他要來 製造符合台灣 的生活條件 不要叫他扭下去就對了 我看這個要有 整體的策略 我整個的策略 包括教育 因為民政局裡面 都有這些 對新住民的 輔導生活習慣 頂頂的教育 頂頂 我希望我們可以對這裡 得手 至於宗教跟文化 宗教現在 現在三四個都在封媽祖 我發現兩大問題 爆炮 還有唱歌 第一 爆炮 那也是有跟公共安全 所以啊 我們沒辦法去要求這個宗教 大家這些 這些 信者 他們要把他們的證書 或是說他們要開心的心情 我們去打冷水 也不必 但是我們怎麼嚴查 不會炮也不會變炮 這安全嘛 這公共安全嘛 對不對 公共安全的問題嘛 所以要唱歌 要跟警察局 要好好好 大家溝通一下 如果在鴨媽祖 在社長的時候 這個 沒有 帝書跟 這個地安的問題 這麼多單位 也說不完啦 包括社會局 太多了 社會局的議選 這是很龐大的 也想概返雜 李建德是很好的 這個教長 我們希望說 你相加 減透 每一項 這個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 變的 預算 以前 你們未來以前 我們已經變好今年的預算 所以啊 你要一項一項 去把 減透 減視 我們 只要用在島口上 包括我們現在還要對 好 我們時間加 謝謝 現在 接下來 因為我本事要結束 所以我請我們合議員 請 來做主席 好 現在 民政的業務執行 以下 有張壓民議員 時間 有嗎 你們要聯合嗎 聯合執行 李天生 陳舒華有嗎 好 陳舒華 三個人聯合執行 時間15分鐘 謝謝 45 好 45分鐘 來 主席齁 那我們 張副 我們 歌曲主委所長 好 我們議會當林 跟我們的 先進 先拜 那現場的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眼皮子齁 睜開啦 好 本事在這邊建議 因為齁 時間上也有點 已經有些 一些時間性了 所以說齁 剛剛我看到不少官員齁 拖著疲憊的身軀 齁 然後在台下跟我招手說 不好意思 我可以去上一下洗手間嗎 可以 等一下我們會詢問到的齁 是 民政啦齁 啊 張副也有啦齁 再來的 我們的法治是一定要的齁 齁 今天的法治很紅耶 啊 民俗處也有一些 業務的諮詢啦齁 其他的我建議啦齁 可以去跟我們的主席 報告一下 啊 快點 他人很好啦齁 去去去上一下洗手間 洗八連齁齁 大家辛苦了 加油 還是要回歸一下正題啦齁 啊 現在就是 張副市長 嘿 恭喜你齁齁齁 我相信齁在座的國有現在都一定一定是臨市長心目中的一時之選齁 也是 上選齁齁 上等的人選 齁齁齁齁齁 但是看到今天好 ophobia 齁齁齁 齁齁齁齁齁 我說tey 這是 對 這其實才的 再不看 說的事情或是說福利 我心裡面在納悶 為什麼我都沒有 有說法治 今天很紅 當然就是因為調解委員的事情 說一說 哪先丟解委員都去 讓我們拿去 那種感覺 實在是要跟大家報告 局長你現在如果 拿了一個鏡子照一下自己 你搞不好會看到傳說中的人物叫做 這沒遍地的意思 是啥?豬八戒 是怎麼說? 裡外不是人啊 哪個也要幫你買 車也要幫你買 你的工作到底是做到哪裡去 不可以說違法行政 你要跟大家說 要讓大家了解說 這個過程跟流程到底是怎麼樣 你都說違法行政嘛 這樣就是公開透明公平嘛 你敢可以?我知道很多議員 之前有問過 你可不可以很正面很確切的回答我 因為我知道齁 我保證一下齁 說什麼學歷低啦 不可以啦齁 啊有有真的喔 還有還有什麼原因是什麼 加入民進黨的不可以啦 這樣說就不對啦 跟前面的議員發言 是相違背的喔 說起來哪些都讓我們拿去啦 沒有報告大會 對真的 所以說一定有很多 齁 不同黨籍或者是顏色的這些議員 大家都會對你很關心這件事 你可以很正面的跟我們大家說一下 這是什麼情形 OK 主席可以發言嗎 怎麼說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關於調節委員的一個產生 因為法定程序上是真的分成兩個階段 才能夠產生調節委員 第一個階段就是各區公所經過臨選 那臨選的階段也會接受公開爭選 也就是對外這個舉財 那將這個名單加倍之後 經由法治局提交給司法機關來聯席審查 第二個階段就是地檢署跟法院的聯席審查 那他會就加倍的名單裡頭來篩選出 剩下來真正被審查核定的人選 簡單來說就是每四年 我們的條街委員的三星 一定都有一半的人會落選 所以在制度上 他因為設計出了加倍提名的制度 又設計出了法院審查的這個制度 讓我們的地方在行政權的一個運作空間上 確實是小了很多 這跟過去民國九十五年之前 鄉政市調解條例還沒有修法之前 地方可以單獨決定 調解委員的一個產生 明顯不同 簡單的來講 我們經過九十五年的修法 一九十九年也好 一幾年也好 這兩回條街委員的產生 整個主導權都因此是在法院的這個身上 好 所以說簡單的來說 法治局在整個過程之中 臨選的這個過程到結果出來 其實你沒有什麼決定性的作用嘛 我們沒有決定權限只能承轉 這樣子 好 好 那你知道 局長 我們的調解委員 很辛苦 所以我們都會有些 補貼 那錢從哪裡來 誰出來 我們條街委員的錢的補貼 完結上是我們市政府 邊列預算 然後給各區公所來發 那另外一部分是來自於法務部的一個獎勵金 怎麼樣才有獎勵金 就是如果是基優的調節績效好的 那會發給獎勵金 所以 錢我們出的 市府出的嘛 整個台中市民 大家大家都出入住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是什麼 過路才是 我們發給人而已 那所有的決定的權是在法院 那為什麼不叫 怎麼不讓中央來出錢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這麼大一個窟窿 還丟給我們地方政府來做承擔 有時候 我知道你很辛苦 好謝謝請坐 好我知道 這個 不對啊 出那麼多錢 阿鳳麥要死 就是 這是我們在操縱的 我們在操控的 結果 不好意思 是在法院的手上 你要講清楚 你跟大家講嘛 這個沒有什麼啊 你就說出來就好了嘛 你說 這個 臨選的過程之中 就我知道了 北區 我們有一個 尤金龍 尤里長 人他也做很久了 他也調節委員 他這次也去用剃除啊 他 學歷不夠高嗎 他博士的 沒有經驗嗎 他本來是想要連任的 調節委員的連任 他也被剃除啊 好人要出頭天 好人要出頭天了 或者是說 甚至 像 對手這樣 在說 好像什麼 好處都是被我們得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啊 這個一定要很小心 大家都很辛苦 就是一定都 現在的各位坐在台上 都是 真的是一時之選 社會經營 但是 是 畢竟 很多是對學界 齁 對上界 尼賣到我們的社會 尼賣到這個 龐大的行政體系 這個機關 齁 所以說 機關一定是怎樣 一定放在 機關一定放在倉庫裡啦 說真的啦 細節的部分 一定要很小心 齁 不可以說 我們一心為了 市長在劃衝 當然我知道 各局處 我們在所長 大家一定是都 真心真力想 來為我們台中市做事 但是 就是有很多 之為末節的事情 我們不是很了解 譬如說 蔡局長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來做局長的時候 來講部門的時候 才知道 唉唷 一個局長 你一天要配多少公文 你跟大家說一下 差不多 二十分以上吧 二十分以上 啊 都是你的業務 範圍裡面 對不對 就要二十分了 那如果是跨部門的話 那就還不一定了 我那天我們大會結束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 一位科長 我說科長辛苦了 來這邊 背巡了一整天 他跟我說 報告議員 我還要趕快回去 我想說 你怎麼有那麼快 他跟我說 我回去之後 科長而已 他說他的公文 一天而已 他的堆積如山 但是 人家 真痛的公文 另外他做久了 他知道說 大概要怎麼樣的去運行去弄 所以說現在大家 尤其是一級主管 我們剛才中院而已 所以可能很多 妹妹跟各個地方 還不是很了解 其實 你們的 做你跟你的幕僚 你的助手 他們很厲害 他們這些 老公務員 很厲害 有問 必答 但是有時候是實問虛答 市長你請坐 我一個例子 讓大家聽 我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我要去環保局 不在 不在我們這個業務 我要去找資料 我說 麻煩你一個 給我一個 我們垃圾也不要簽 簽的企業 如果是在座的各位 你們會給我什麼 譬如我要彈紙的 你是不是就硬硬的 廖後 改壁老公的保密 重重的好料 是不是就拿給我 沒有 那位 天兵科長 他給我那個封面 我刷一張 我打開 只有一張封面 我要那個封面幹什麼 是不是 所以 他哪有可能不知道 我要愛的是什麼東西 他知道 可是他 我們合理的懷疑跟推測 他如果整份給我 議員來要資料 一定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 真的是 打一下 鞭策一下 他才動一下 所以 我們 要互相的期許 跟勉勵 真的要加油 這是什麼 新政府上台 新的領導人上台 沒有不對 但是呢 換湯不換藥 對不對 什麼 是怎麼說叫官僚 我親身的體認啊 是不是這樣 市政顧問 市政顧問這部分 人事處長 市政顧問這部分 是你這邊 市政顧問是你負責的嗎 是不是 出張 是喔 好 請教一下 市政顧問的篩選條件為何 怎麼樣去聘任 可以回答一下嗎 市政君 市세� 市政顧問喔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的問 巡 Olha 那我們有定一套 標準 凡符和這個標準的 都可以考慮 名單怎麼來 都可以考慮 市長 市長實 gol 還是什麼人,社會選擇給你推薦,還是議員給你推薦,你可以考慮 當然,市長、各機關、首長都有推薦,包括議員也有推薦 給我們騙,不然給我們詢問 在座議會當年,我相信大家,不如說,曾經被詢問過,追詢過,都沒有 不會主動追詢,但是如果議員有推薦的話,我們會審查是否符合這個標準 那如果有符合這個標準的話,那我們就會簽報 好,現在總人數多少人? 大概三百,將近三百五十個人 將近三百五十個人,你的聘書是怎麼送到對方的手上? 寄過去 用寄的? 對 好 要請人做事前,還沒有他無幾職的,你用怕的 還叫他自己打相片,對不對? 不是 過去 當然 他可以寄來我們幫他製作 那為了方便 因為一須大的一須可以用 他如果要我們來幫忙他貼 OK 我們絕對樂意服務 我今天本來要帶,要帶用養本來,就是我們的顧問正式 但是 這個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曾經有人建議說,醫管一上來,我們可以打 那麼,在材質方面也建議我們是不是比較舒服的,用這個塑膠材質 我們已經通行所有的議員,不是,那個市政顧問,只要他願意更新的話,我們都樂意服務 只要他把照片寄過來 好,謝謝 有多少人退回? 鄭叔 沒有退回啊 怎麼可能,我今天要帶來的樣本,就已經退回了,我不這麼沒帶來 哪有可能 我 至少 你這樣一生情願,你在做這種事情齁,真的是要非常深思熟慮啦 處長的,市長的一片好意齁,真的都讓我們這些 破壞去了 所有的美意都變成惡意啊 要非常深刻的注意這一件事情 起電話雄,大家在那捨,在那捨,然後漏洞擺出 我為什麼沒有帶那個樣本,真的是被退回的,你要注意 人是怎麼要退回 手法粗糙 對喔 要非常的注意啦 請坐下 我們照慣例執行啦 他們的建議,我們也許心接受 我們也願意改進 請坐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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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齁 我們新的團隊上路啦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齁 到底我們林家榮林市長 他的這個中心思想跟核心價值是什麼齁 除了這個儲弊心力以外齁 希望說我們所有的團隊齁 都是同在一條團上面 好好的努力一下齁 我想我們 張議員要講的齁也是這樣子啦齁 那不管是哪一個科試 都能夠把我們的這個 市長的這個中心思想跟核心價值齁 要好好的貫徹一下齁 那 接下來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法治局齁 那個 先問一下鄭峰好了齁 我看你今天做路主齁齁 你先坐坐 鄭峰市主任 有一個主任我叫他過來 有沒有過來 有 那個 好你請坐啦齁 林錫元林主任嘛齁 好你請坐齁 來 請你請坐 請坐 請坐 那個 那個 法治局 局長 陳局長齁 是 你今天做路主齁齁 我看大家都在問說齁 啊到底 啊這個 調教委員齁齁 是怎麼三生的啦齁 是有能力還是沒有啦齁 還是說齁 到底結論是怎麼啦齁 我剛才 因為 上禮拜聽到這順齁 我發言說 你一直在說齁 這是制度面的問題 因為齁 啊 就 有 那個 那個 驅離行政科 科長 我問你一下 那個 處理行政科是我們的 洪科長 我問你說 你怎麼知道 我們的調教委員在公所 的業務裡面 佔多少的分量 我問你 請再點一下 後來副公所 到底有多少調教委員 你知道嗎 對 跟議員報告 因為那個調教委員的業務 沒有在我們這邊 沒有 副公所的業務 是不是你處理行政科的業務 應該 那是他們公所 你處理行政科 是在做什麼 我們是 公所的法令 還有一些 理林長的福利 好啦 所以你不知道嘛 對嗎 副公所 做到區理行政科的科長 什麼叫做區理行政 我的認定很簡單 做這麼多的業務 很簡單 區理行政 本來是要 区的行政 是不是要去区理行政科來做 我問你啦 副公所 這幾年我先知道過的醫生 在這裡 台東市政府主管 台東市政府主管 裡面有區公所的醫生 本身跟別人說 這個區公所 對這個調教委員的醫生 這麼多 這麼高 裡面 我都把他分圍起來 這麼多 你問一下 到底後來的區公所 有幾個調教委員 我不知道 調教委員 你叫什麼人的錢 你叫市政府的錢 調教委員 都要領多少錢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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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報告 因為調教委員 他們是有出來調教 這要按廠次領那個出席 聽你在說 調教委員 一個月才多少錢 沒有啊 他沒有固定的金額 蛤 沒有固定的金額喔 他是出席貨 主長 用到這裡的科長 過去也都是這裡的科長 換人換去而已 用到這裡都不折 民政局局長 請教你 調教委員會的車馬費 一個人 一個月多少錢 車馬費的部分 我台後 整個都說過 他台後的分 我們有一個 午餐費 差不多九千塊 一個人八十塊 對 連以活動費 也九千塊 一個人一千塊 對 叫人索 蛤 他叫人索 一個人一千塊 叫人索 對 看他的案件 500 500件 差不多 二十二萬一千 一千塊 一件 一件五百塊 對不對 對 再來說 他還有車馬費 車馬費 一個人差不多八千塊 車馬費 車馬費 一個人 鋪定八千塊 對 不對 終於選頭四千多萬 他選四千多萬 他選四千多萬 專部 那個 專七 科長你請坐 你請坐 法治局局長 我問你一下 民政局局長 他很用心 我剛才說 這裡的醫生 他都看過 裡面 他說 丟到一萬 隆重 我們市政府 變四千一百幾萬 請問 法院給我們多少錢 法院完結帳 沒給我們錢 沒給我們錢 我要說的 就是 我們討論這麼多天 甚至 國民黨委員在說 說什麼 我們剛才去推薦 去運作 去做什麼 那還有嗎 沒有 我們被打臉 我知道就是 國區的 這個 我們的區長 都去推薦 只要地方有優勢的人員 去推薦 過去 台中館 還有鄉頂市公所的時候 鄉頂市長 也是這樣推薦的 他覺得有優勢的人才 他去推薦 社會的人才去推薦 推薦之後 又變經費 有些福 後院 剛才itor都在講的 一股月八千塊 請唸購些 還有所謂的宿談費 有一個人是八十塊 活動聯誼費 還有一個人 還有 是如果不是 nowhere 如果是發展 另一人生公 那如果一個人是五百塊 一個人是五百塊 一個人五百塊 你就是要上 我們隆重要花四星一百九十幾萬的東西 競然,我們沒看 你說的,不然是尊重修法 只要是修法,歡迎說的,尊勝 不然你是做什麼樣的局長 不然市政府存在有什麼意義 我們出錢用達連 人家還得了便宜又賣乖 又消遣了你一頓 剛才張議員說的,真的是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不然這是什麼貼責,這是什麼政府 本身這樣,那個張市長 那個張副市長 我覺得這樣子 這個司法權,嚴重的侵犯我們的行政權 沒有人說,我們自己在出錢 結果,那種達連 還有人得了便宜又賣乖 又跟我們在那數落 我們道三道四,說我們怎樣 結果運作整部 真的 很多議員的歡迎說 奇怪 這個改朝換代之後 結果,我們有一些 有當值的 有優秀的人員,甚至有福祉的 有祝福祉的 來透過我們的庫公所 把我們推薦後 那個都被刷下來 全部都被打下來 我們花了四千一百九十幾萬的經費 結果,得到的是這樣子的結論 去用打電 沒有打電 又去用小券 真的是齁 這個局長齁,我不是怪你啦 因為哪有可能對這個運作不太清楚齁 不過是這樣子啦 那個我剛剛講到 你們請坐好嗎 副市長 本市在這裡 我們要說一件事齁 這些經費全部凍結 把四千一百九十幾萬的經費 全部凍結 我們不得 什麼不得 什麼不得 調教委員是替什麼人做工作 調教委員是替法人做工作 是說要來減輕法人的負擔 要把我們增下來 叫我們出錢 結果沒到沒了 你連 建議調教委員的管理都沒有 他說,我就要替什麼人 結果 所有的調教委員 不要說別副啦 所有的調教委員 都都是幾位 推薦一些博士 一些社會 他說 這個有董植 發言是國民黨開的 發言是國民黨開的 今天有這種事 我們變的四千一百九十幾萬 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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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費用 本市 主委長 董結 我們瞭解一下 改進 政府 我告訴你很簡單 是 是 這工作 平等給他們做 嗯哼 那這錢 省下來 民政局局長 我建議你講 人長 過得好 兩天一夜的那個 我們那個自享活動 改做三天兩夜 這四千一百九十幾萬 會開進的 四千一百九十幾萬 會開進的 你開給他們 沒意義啊 政府 你要接受嗎 呃 比較有價值的 那不是價值的問題 這不是價值的問題 這空間怎麼可以協議 我們不用做 好不好 我們要了解一下 沒了解了 你意思我了解 沒了解 本學就已經跟你說得這麼清楚了 花了這麼多錢 對 去給達連 還給數落 給我的得的便宜又賣乖 跟你講人講師 拜託 我們到底是做什麼 不對的事情 市政府變得這麼多錢 啊 還有人在那裡 說那個風涼話 說我們民進黨 介入很深 又怎麼樣又怎麼樣 結果結論沒有啊 嗯 看這種事情 噢 本習再重申一次 本習主張 這四千一百九十幾萬 全市的 這個調解委員會的費用 全部凍結 我們不可以 把他帶掉了啦 對不對 應該通過啊 去年應該通過啊 對不對 啊不然你今年要再編嗎 來你請坐啦 民政局局長 你要編嗎 啊 蛤 這有需要啦 也有需要喔 真的有需要 哇你現在用打臉了呢 對 委員會真的是 你有需要嗎 我告訴你 你處理行政科 對這個報告都不知道啊 他 怎麼編給他 便利公訴啦 便利公訴 我不對啊 你說這個公訴 驅離行政科 其實不知道關公訴的 驅離行政啦 先去讀一下啦 那有人在那邊問 問問什麼 讓他不知道啦 鄉鄉啦 鄉鄉喔 啊不然區長來 也沒有一個 我來講啊 有啦 是大家區長都不知道喔 所以區長坐在那裡 也沒有要說 客長跟你說 本公訴有多少錢 也沒有啊 有多少錢 我給你問一下 他到底後來公訴 有多少條到那裡 他不知道呢 齁 這個啦 真的啦 你應該都知道啦 他都他們區的決定 好啦 我講真的齁 這個真的就是說齁 這個中心思想 跟核心價值 在哪裡齁 大家齁一個團隊 要好好的齁 要競好安 好嗎 不要大家都散散說 你換個圍地齁 你對你的業務都不適 這樣也不好啊 是不是這樣 好啦 他提出了七个为什么 我也觉得 也有好几个 疑问啊 我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为什么 那为什么 被定义是 绿的人选 却没有被选上 为什么 有法院背景的人 有法院 关系的 就可以被选上 那为什么看起来 市政府并没有 去跟法院沟通 导致现在 让议会 针对这个事情 觉得司法权凌驾在 行政权之上 我想刚刚 李天生议员 他提出来的 也相当有道理 这个调节委员的出席费 包括案件的费用 包括相关的 误餐费等等 一年 编列在区公所 要四千多万 那么当然 这些调节委员 大部分我们所知道的 都是社会上 有一定的背景 专业 那么各个 社会层面上 有一定的经历 那么 区公所 接受各界的推荐 或者是一些履历以后 然后才会把它送给 法院 那么根据局长 刚刚所提的 法院有最后的 决定权 对不对 所以局长 本期请问你 公所 所送到法院 的这些名单 最后是由谁来勾选 这些调节委员的人选 最后是由地检署跟地方法院联席审查 而且他这次审查的一个结果 他重新排序 那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法院跟地检署的一个联席审查 就结果来看 是采现任者优先 是采女性优先 那之所以采现任者优先 是因为法务部在去年6月 有一个含令 这个含令要求地检署跟地方法院 在审查调节委员时 应该要考虑到以下的一些因素 包括他调节的成立率 包括他的出席状况 包括他调节的一个满意度 而且要尊重国际公约 CEDAW公约 及其施行法的规定 希望能够将 女性的调节委员 从现有的法律 你说女性优先 现任优先 是吗 是 好 法院跟地检署联席来审查 来决定这个人选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最后去由法院跟地检署 联席审查以后来决定 最后调节委员的人选 局长请坐 我发现其实 最后产生出来的人选 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我听到 这个很多董人在在说 包括有很多现任的 都被剔除掉啊 那有很多现任的 有女性也被剔除掉 有女性的民进党的里长 也被剔除掉 所以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标准啊 所以按照国际公约 女性优先 现任优先 看起来并不是这个样子嘛 这让我们质疑说 到底最后 这个决定这个调节委员的标准 到底在哪里 看起来 是以颜色做区别吗 我想如果调节委员 用这样子的标准 去领选 去产生 那最后在地方调节的业务上 会公平跟公正吗 我觉得看起来 市政府其实也没有 跟法院做沟通 那么其实 本席在这里 也觉得李天生议员提出来的意见 他说把这些调节委员的 相关的预算都冻结算了 我看如果这个主导权 不是在市政府 那何必 还要用人民的纳税钱 去扔这条钱 还要上来议会 选择什么 就不需要 起建物来扔 不需要上来议会来选择嘛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干脆 这些调节委员的费用 这些相关的预算 都冻结好了 阿里奈也不用变啊 把这个相关的业务 就交给法院就好了 那其实 从这一次大会 到现在 张副市长 本席也跟你反映过 我觉得看到我们市政府 各单位的主管 在回答 在议会的答询 真的是不及格啦 你说白白一个业务 你自己做的业务 难道你不能不敢大声的讲吗 是不是 不敢为自己的政策辩误吗 那自己每天在做的业务 議員当人在在问 有不清楚 不了解的地方 那就要详细的做说明嘛 从追加减预算 第一天以来 市政府要爱一个 送你 大家说 不可以提供给他 到了现在的业务咨询 已经进入第二天了 我看到各单位 包括科长 包括我们的局长的答询 真的是要好好上一堂课 你们是不是会后 去上一下课 是不是开一堂 我们新任的局长 科长这些相关的 免得后面的业务咨询 真的是搞得 每天在做的业务 如果都回答不出来 那我们下半年 还有其他的 明年度的预算要审 这个会期有追加减预算要审 我们接下来还有联席审查预算 到想起我们当年 在联席审查的时候 跟我们这些企务 一级主管跟科长 问个预算的问题 如果也都回答不出来 你们看这个预算过得了吗 企务的政策还要不要来执行 我想这个真的是市府 我们现在行动市府 真的要加强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 本席想针对 这个社会局的部分 我想现在很多的 民间团体 都在反映 要对于 这个女孩权益 我们应该要予以重视 那么其实 局长你可以先请坐 其实现在我们在社会上 最近的很多新闻 也都看到了很多 有一些我们的青少女 可能发生了很多 这个交友上 可能不胜 那么也影响到自身的安全 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青少年 对于自身的权益 可能不知道要怎么保障 其实上个礼拜我们看到高一大 这个男孩事件 我们也记得十几年前 清大研究生的这个女孩事件 这个其实都让我们 必须去警觉到 学历 跟这个自身的权益 是不是小的 并没有相对的关系 我们的社会教育 我们在给女孩所受到的 她的权益有哪些 我们这些相关的教育 或许需要再加强 那我们现在都比较重视 妇幼 我也知道说社会局 未来要建立一些妇幼馆 亲子馆等等 但是我们对于 这个女儿馆的推动 我知道民间 这个社团 已经都有跟市政府 在提出一些建言 那么我想请教 我们的社会局旅局长 我们台中市 现在有设置女儿馆的计划 那么本席所知道的 有设置女儿馆的 适当地点 那么社会局也曾经 跟教育局去会看过 那么现在的地点 还有问题吗 本席针对这个场地的部分 也跟我们潘副市长协调过 那么目前我们女儿馆 要设置着这个地点 有没有确定了 请局长回答 来市 主席 非常感谢 陈初华陈议员 对我们这个问题的关心 有点 我们现在 近期发生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确实 整个 我们全社会 一定要好好来 照顾 我们现在目前的青少年 特别是青少女 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交友 还有一些观念 那跟议员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 已经之前 其实有关女儿馆的 那个设计 的那个推动 立新文教基金会 它在这个部分 它推动非常非常的 这方面非常非常 pioneer的一个 民间团体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呢 报告议员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太平国小 已经有一处 就是之前是教育局 他们那边的一个 的一个闲置空间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目前呢 也已经跟教育局那边 也已经积极协调 潘文忠潘副市长 他也已经 已经在协调 那么 初步的协调过程 已经完成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 在等教育局 他那边的回文 那跟议员报告就是说 这个台中女儿馆 如果说能够建立起来的话 那这将是 全台湾第一所 第一所这个女儿馆 那么我们 全台湾的第一所女儿馆 那么局长 这个地方女儿馆 未来的配置 相关的内容 大概要说什么样子的内容 是 跟议员报告 其实 我们现在目前 最主要是希望就是说 不光仅只是一个 硬体的部分而已 那么 在太平国小 他因为也是临近 那个一中商圈那边 这边是非常多 青少年 他聚集的 的地方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 事实上能够把它打造成一个 这些青少年团体 特别是 事实上就是那个青少女 他们的一个梦想馆 那所谓梦想馆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面 鼓励我们的台中女儿 能够勇敢的去 去发想 做梦 那么这里面以后我们会把它规划成 除了有这一个 一个整个讯息交换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以后会最主要推动就是说 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来 能够来申请案子 那整个的计划你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报告 现在场地就你所说的 是 潘副市长已经协调的差不多了 是的 好那如果场地已经确定了 接下来的业务 你整个的计划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这个女儿馆什么时候可以落成 报告议员 如果说我们一切发包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希望 我个人是希望 在这个明年就能够 就能够落成 因为它现在事实上已经主管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里面的一些 renovation 里面的一些空间再把它设计好 那我希望 明年可以落成 是的 明年才能够落成 现在你场地都已经有主体的空间了 那么未来还需要多少预算 呃 有编列相关的预算吗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再跟那个相关团体 来进行一些 来进行一些 局长相关的计划要赶快进行 是的 我知道像立新基金会 对于这个方面 他也努力了相当久 是的 那么这个正如 这个局长你所说的 这如果可以完成的话 这是全台湾的 第一座女儿馆 是的 那么现在 这个台湾女孩日 跟国际女孩日是同一天 是 10月11号 是 是 我希望呢 局长加把劲好不好 嗯 台湾女孩日 希望催生 我们的台中女儿馆 如果说可以在今年的 10月11号 台湾女孩日 看能不能够 将台中女儿馆 可以来落成 那么这样子也将会是 全台湾的第一座女儿馆 这个对于 这个推动 我们台湾女孩相关的权益上 这是一个历史的一刻 我知道说 其实像其他的县市 像南投 现在也都在进行 在民间团体的 这个协助下 其实也都在进行 这个女儿馆 的建制 是 那我们现在场地已经有了 是 不要到时候 卡布比人卡板 好不好 你有没有信心 在今年的 台湾女孩日 10月11日 可以把 台中女儿馆 全台湾第一座的 女儿馆 可以来落成 包括议员 我一定全力达成 全力达成 是的 全力达成 会不会达成 会 会啦 会达成 因为这个老师说 我们台中 不能输南投 就是这样很简单 好 这点 这是我们 我们全台湾第一座 我们台中一定 一定首帝的 对 因为这是全台湾 第一个女儿馆 我觉得台中 既然有心要做 那么不如在今年的 台湾女孩日 10月11号 看能不能够把 台中女儿馆 全台湾的 第一个女儿馆 可以来落成 那张副市长 有需要相关预算的部分 我觉得 也应该要协调 各单位 那么尽数的 让这个台中女儿馆 可以来落成 是 好 谢谢 是 感谢议员 接下来请李天生议员 继续直选 谢谢 社会局局长 讲到这个场馆 我想请教一下 大理有一个日拖中心 好像快完成了 是不是 是 我们现在预计 我们五月底 就能够正式 就能够正式 硬体的部分正式完成 好 硬体完成 表示说可以开馆 我们现在目前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要招标 就是说要有这一个软体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 对全国的 的这一个身心障碍的这一个福利团体 希望他们能够来进驻 希望他们来经营就对了啦 是是是 那你的经营方向跟目标是什么 我讲过啊 所谓的核心思想跟中心 核心价值跟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 向议员报告 因为我们在台里这 很不停在921 我们在新巴里这 有86位民众不幸上升 我知道啦 我们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 也是我们做台湾 我问你啦 那要怎么出入啦 没有出入 那个出入的部分 最主要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那个倒楼啦 现在有两个部分 一条啦 一条啦 另外一条 土楼要不做好嘛 土楼要不做好嘛 我跟你说要做三天啦 快点啦 土楼要不做好呢 是 我跟你说 这是要拍摄点前草 为了说要做一个日透中心 在社区中央做一个 那些 就没有出来 因为考虑到要出入 那时候我就问过啦 那怎么出入啊 那跟我讲说 头前就有这条路 到这时候还没开呢 是 这政府在做事情很奇怪 只准周关放火 不准百姓典 等我不知道 建筑线怎样有的 既然说可以在那里 就把建筑物建筑出来 头前就有一条 计划道路 它才来开就好 快点开好不好 赶快开 好不好赶快 好不好 不然你只要怎么放出去 那些身心障碍车 今天就没办法出去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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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坐啦 来 你请坐 赶快要坐好不好 张阳明张议员来 谢谢 民政局长 很好 今天很多库长 我看他们千里迢迢 都有挂过来 那最后本时 你用几秒钟 几剩几秒钟时间而已 一定要跟你 再提醒一件事情 我们的库长很辛苦 但是人民的要求 是无限的 我记得在选举期间 市长有说过 他一定会去调整这些权限 市府跟驱公所之间的权限 所以你心里面一定要有个谱 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这样 好 好 感謝 张亚敏议员 李天生议员 陈淑海议员的业务执行 接下来我们请 张昌琦议员 业务这次同样 十五分钟 谢谢 张昌琦议员 张昌琦议员 我们的 副市長 以及我们 国 局長 是不是 我先到研究会 研究会 1999 是不是 你管的 对 对 是 以外所在 我们代理文童公园 1999 人已经卡很多片 你没有 你也要叫 以外丹尉 怎样回答 都没有 文童公园 以前 那时候 那时候 昌琦议员 開到十几点 以上的 那时候十几点 就 關掉了 那这 你没有人回答 問題 你知道吗 議員先生 让我回答一下 你要回答而已 我听说 很多人卡 昌琦议员 在那儿文童的人 很多人卡 你都没有人回答 到底是什么原因 好啦 你请坐 我请到小局長 小局長 小局長 我们说实在 你刚刚在營 營到我感觉 看得不错 我陈思瓦 你来说 絕對要 冠軍做起来 我是说女儿管 女儿管 我是说女儿管 白行也看 清九局長 这次 家庭收益 那些座都没过 诶 鄉議員報告 你说没过 我有一个所理 鄉議員報告 一百空三年 年度 不符合的是 百分之六十 今年 不通过率是 百分之五十五 第二 那些 符合的 一百空三年 是百分之三十三 今年是 三十七點 減到 因為我在那儿 真的有很多 沒有一個月 那是什么原因 主宅的 過 現在怎麼不過 現在 很多人 是 客家人 在生活 是 鄉議員 報告 剛才 我剛才 有一個所理 所以 客官來說 實在說 是降機 但是 你 剛才說 今年 有過 今年 這裏面 有很多因素 我 我所知 幾十個 跟他們說的都沒有過 你說 十個降機 對嗎 你的標準在哪裡 你的屬於在哪裡 他知道 那些人 就屬於沒有過 嗯哼哼 這樣你看 是 來議員報告 很多人有需要 你有需要 人也不用去領 是 真的 鄉議員報告 其實 這裏面 有很多部分 其實 我們中央的社會救助法 設定 其實有比較 有比較 我是說 主宰的過 是怎麼今年不過 鄉議員報告 不是幾月而已 是啦 但是 我們不符合的原因 鄉議員報告 其實有動産 改變 所以不動産 像 我以我了解 像我們 西頓 南頓 因為房價 的浮動 這個部分 都有專案 審查 包括議員 我不是西頓 南頓 我是台語 包括議員 你說很關心 台語的部分 之前我們 都有專案 去了解 這個部分 我議員報告 我過去我在留得 我記得我也是 我可以吃小孩 我也是領小的 結果小的求助 所以這部分 我已經報告 我已經很關心 沒關係 你看看 我們有需要 可以說 有需要 我請教你一項 我們 府市長也在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很多人 做過 對 衛生中心 這麼多人 一家 一家 二三十萬都沒有 我們台立那邊 有的是 真正說 沒辦法 去衛生中心 甚至我們 台立 都要開 衛生中心 你說可以嗎 像剛才這樣 影響有 那種事嗎 做衛生中心喔 對啊 那個 鄉議員報告 那是 改革人家 一些乾革人家的事 你們怎麼叫人生 對嗎 生下去 要花多少錢 人家生 我覺得這個 真的要做 但是這個部分 因為是衛生局 他所管的 做衛生中心 這個部分我來意見 這個衛生局管的 不是你們所管的 不是 做衛生中心 是衛生局 但是 我這麼同意 那個議員的 那個看法 這有一點啦 我們要告那個人 生孩子 這部分都要人家處理 對啊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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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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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請 стол 請坐 謝謝我們大會主席張議員 還有我們大理我們的張昌吉議員 感謝你對大理辦公廳社新建的關心 那我想我來報告一下就是目前 公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有私人土地要徵收 我們就為我們公的聲音就好了 我知道 我們公的聲音啊 可能因為有兩岸在目前在 沒有啦 我們就為我們公的就好了 我們公的公經多了 沒有啦你現在沒做 他真的市長要做的時候 你們錢這些房子還要幾個年 跟張議員報告 讓我先跟你報告清楚一點好不好 就是我們體的目前 明年你們看有時候要做嗎 我們是有努力在大理的辦公廳 所以我們目前是在努力 辦公廳社 對 不是你們努力 我是說那個房子先錢走 努力是剛才錢啊 這樣啦 我可以議員我這樣好不好 我給你報告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是兩個案子 在變成中 當然 你關心的是在公議這邊 我會跟區長這邊再來妥協 跟他對他辦公廳 不是我問你說 我請客長回答 只要是對地方好的 我會整個處理 這是絕對地方好的啊 市長也有大型想要做公議 那你現在沒有開始 那個 當初做的時候 你是到哪兒去 還比說真的要做的時候 我來關叔 我來關叔 關叔來處理 對吧 好 好啦 請教你 我們這個 擴大 市府 廢屋 廢屋 有啊 好高 怎麼樣 都習慣區長來開處理 都叫人歡迎 都沒辦法做 是不是 只要 哪個部分都有 有的東西開始就經費 可能這個時間 可能要 要逐年便宜 你們有時候像這樣要開 都去回家 你們開下去 你們說 我們大家是很期待 來歷史這證 品質保證 結果你們公公的都沒辦法做 你們是海市長的啊 對吧 跟真正有做到什麼 那接下來 人 我知道說很多人 人也沒辦法說你們開這個火啊 對吧 還有怎麼樣 接行 辣有怎麼樣 都沒有嘛 好啦 坐在一起回家 慢慢再問一下 啊你之前齁 局長你去看六國齁 找到齁 要做六個塔的冰箱 現在冰箱之後 怎麼辦 你說哪個 六國 無法六國 找到 現在這樣齁 客戶這個 你去看過了嗎 我都看過了 就是說 就是 客戶這個齁 我看來是六國 這個可能 來做可能比較有機會 你冰箱之後怎麼辦 目前來說齁 因為我先去看而已 那就是說這個冰箱就要去做 沒有辦法 要簽 我現在就經過 我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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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 我要來 沒有效果耶 我們這裡經過來做這個賓國 是不是來變經育樓處理 沒有做沒有效果 還有請教你 我們台地區第二工網就是在柱翁 柱翁東東公路的賀賓 為了他的民宅在柱翁旁邊的民宅有二億劇區邊緣工廁 都沒有我們都是憲水區 在柱翁東東做了後,柱翁寶就破了兩邊 現在目前可能要一百八十幾個問題 現在我們的環境整體 環境整體的時候,整體得很漂亮 不止這個平民,整個都柱翁寶 也造成治安的很大的問題 你看,你有沒有辦法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保護的部分,其實我們都建議要簽 因為現在大家都差不多收費比較多 所以我的一個理想 就是我們有關於大東市的保護部門 如果可以做很多精力 其實對我們經過的大東市是很好 不是啦,你說有要簽,也要冠軍有那個計劃就要做 因為屬實在 我們像是沒有辦法說,我當中心沒有辦法什麼東西 沒有辦法力度好用 跟獨獨 是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你都會分成中途做出來,還會分成雙邊 人也沒有這麼好用 所以我們限制的經濟,對民憑,讓全國經營那麼漂亮 這方面,全都雜草 包括 那些 一些 有 有吃菇、做什麼 幾天在那裡 也造成五號 是不是說你們 想說已經這也很久了 是不是要去做 好,我才冠軍來整理 那你看會做嗎 這樣齁,整國的平庫拿了之後 我的手法來跟議員 這個 那你包括講的這個,你看 有要簽餘孫下去做嗎 我請教你 我們現在 因為我今年的餘孫如果不付 是不是要你的部分這麼便利 這樣好嗎 沒關係,你若明明也沒關係 是 別說沒有啦 你說要有什麼 當然 你今年沒變,沒年 差一年 這 用過來可能要追究 最主要可能要三年以上的 是 對不對 我請副市長 是不是 市長政策 你們有 有金融嗎 有 其實要做沒有錯 因為 說實在你公益 有下去做 也都是市長的政績 包括說實在他做 我這個不懂 後來我也聽到他 是 真正這個路是對 以後我們代理人 驚驚順順順是最好 辦事 你所有的都在那 庫公所辦事 辦事 要去地政 地政在這裡 要付錢 付錢在這裡 地方所有錢 包括 你們 租借下來 剛才說要三十幾億 說這個不通啦 隨便那些錢 你報律政報會怎麼準 你不知 我們的財產要這麼多 你公益 台地庫公所 也算併我們的財產 你說隨便那麼多 包括衛生所也是 地方所有錢 我們的財產 租借說 這為了要去那 辦事的人 常常忘記 因為沒有在這裡 包括地方所有錢 中央也都沒有在這裡 做生 非常不便 甚至 副市長你看 這要 加強 冠軍下去做 因為 市長有這個意思 我們在開會 市長 市長 我知道 市長有給我 土花旗 下去做 這不用國安 你要送 內政報 可能 非常困難 好 不是 你用國安 下去做 當然 三十幾億 不過 你說 換我們的土地 價錢 也這麼多錢 你不能說 所有貸在那 貸那麼多錢 就是那些財產 你 沒有財產 對 我們老百姓也不會交代你 一個人 沒有貸貸幾年 已經你們就 用四五十年了 對嗎 從賓國多七年就開始了 用到現在我幾年 人家本地一個地主而已 跟生日連四十年都有 都要幾十個 對嗎 對人家這麼沒說到 希望 好 好 謝謝 我們上午的業務諮詢 結束 那休息到 十二點四十五下午 十二點四十五 准時開會 就這樣 什麼 謝謝 明mes 謝謝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